明天里边国会改革法案的审查继续登场 曾经在卫宏委员会担任过立委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喊话 民进党不要双标 连线给记者苏志杰 好 各位观众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上午来参加台北建零一领异计划的活动 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在明天也就是5月28号国会改革的最新现场 原则也包括了民进党是不断的指控国民党是扩权 不过现在呢也有国民党立委把当初民进党所提的版本拿出来 发现原本他们当初所设定的刑则是更重的 甚至最终可能会罚民众要关到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而蒋万安作为曾经的未还委员 其实他说当初也看到很多法案 民进党是强行过关 Danny 请听 劳基法一例修修法 在委员会一分钟把法条念完 直接送出委员会到院会二三读 另外还包括甚至政府的总预算案 没有经过委员会的讨论 直接抽出到院会二三读 甚至还有在表决的时候包裹表决的方式 总统这些我想都有立法院公报 会议记录公开 大家都可以一一的解释 国会改革的法案在过去各个党派 甚至包括民党团以及个别委员都有提案 不能说以前你的提案就是强化国会的监督力量 符合宪政体制 但现在国民党所提出的国会改革法案 就说是毁线乱政 我想必须要一致的标准 不应该双重标准 你可以听到蒋万也举例的包括了 劳基法一例一修等等的这些法案 其实当初民进党也是以多数的一个优势 马上的很快的就进负了二三读 所以他也呼吁民进党不要在这个时候双重标准 以上上最新把神镜头交换棚内